如果你在看这条视频 说明你很可能是对种草 拔草 饶有兴趣的工薪阶层单身狗 说实话 马云都要退休了 你也是时候重新做人 下面是忍者给大家的最基本的理财建议 一 把双十一晒单的人在朋友圈都屏蔽了 每次互联网热点事件出来 朋友圈都有一批三观可疑的人来表态 我都是贱一个黑一个 生活从此亲近了很多 但是没想到这些不参加政治辩论的人 原来都是热衷于买东西的 双十一又是一个过滤掉他们的好机会 没有比较就没有冲动消费 没有伤害 二 购物APP不用了 暂时卖货的APP可以用起来 每个月十一号都在家里巡视一圈 把三个月没碰过的东西都放在餐桌上 一个个拍照 然后一键转卖 不仅能够套点线出来 还可以提醒自己少买东西 一直卖不掉的东西专门放在一个纸箱里 拿到办公室去送给同事 三 把信用卡捡了 把各种透支消费的APP服务也都关了 你都长这么大了 应该了解你是管不住自己的 四 帮助自己和至亲买大病保险 很多人在后台问人者 刚开始工作应该如何理财 我的统一回复往往都是 你买大病保险了吗 其实不管你理财规划的有多小心 始终有一些财富打击是无法预见的 意外怀孕 离婚和大病 还好你是单身狗 我们只需要考虑最后一项 很多人错误认为 大病是小概率事件 不过你知道有多少种大病吗 再加上你准备继续存活50年的时间 概率叠加起来 会碰到某种要花钱的大事 并不是一件小概率事件 双11之后如果你还有余粮 请买个简单的大病保险 那种算不清的综合产品就先算了 5.存三个月工资或半年的生活费 放在一个货币基金里 这是你的紧急事件储备金 可以抵御意外离职和意外怀孕等 突如其来的转变 有了这笔钱和上面的大病保险 你可以做一只潇洒的单身狗 顺利活到明年的双11 如果你能保证做好上述准备 关注我们的账号 下周我们聊聊如何成为一个金融极简主义者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